走勒 請坐 各位前輩的同心大家好 好 大家很有精神齁 第一次看到我們的阿祖徽冠家 算上起來超過賣到200個 沒關係齁 這 我們表示說我們的組織越來越健全 越來越進步 人數越來越多 也可以證明說我們的論述 可以經得起考驗 我們所講的東西 我們比市長所堅持的一些理念 我們大家都有在接受 最主要是我們 用和平的手段 用文明的方式 不是用百幾年前我們 八婆人跟我們原住民 用出草的方式 來處理事情 表示我們的經進步 這可能是我們 台灣民進府有可能是全世界 第一個用法例 來把這個外來政權 跟他關照的這個 那個 政府 後面 會很多 把我們學的 今天 我們要來把 進政 我做 那個 說不完的 思法改極 的部分 講完 我這裡做一個調查 不是最過思法 改極的人 不是最過的人請你拿手 我看看 不要最過喔 不要最過這麼多 好 ok 好 我說得比較清楚 標誌這很多都是我們 那個 加成幾季的先輩 因為我是跟 昨天的 議員分才開始說到這個 司法改革 因為 我們比市長這裡有一些 資料 我必須要講得很清楚 讓我們知道我們到底是什麼人 喔 台灣是 日本天皇的 跟 日本國 有什麼關係 啊 現在的日本跟 以前的日本 有什麼不一樣 喔 我要來把這個 這個部分說得更清楚 既然這麼多的先輩 也不太過 所以我 我這次 我從頭開始講 聽過的人 你們 又學習一次 當作學習一次 這樣 大家可以互相來 交流 當然我如果說不到的地方 你可以提出 反正 你可以把那個 當作 我說不到的地方 你可以幫我補充 喔 不過 到現在都沒有人 幫我補充過 表示說 我拿出來的東西是舒適 啊 當然這些東西是怎麼來 都不是我 很多人去黑人 不可能啦 是透過日本一些 先輩 提供一些資料 讓我們做更強的佐證資料 啊 對這個 我常常講的這個內容 也是 我們 我們台灣人 有去告日本 政府那邊 放棄 把我們台灣人放去 我們日本的國籍 都總去告過兩次 兩次都是 聖遼的先輩 去告的 啊 我順便用這個 部分 跟這個 是怎麼 日本拍我們台灣人 沒有日本國的國籍 從這裡把它拍下來 讓大家清楚 喔 我們知道說 我們台灣人 和日本人 跟日本國 跟台日本帝國 有什麼不同 但是我們從這裡開始分享 這 我從頭開始說 這 所有 全世界 包括 共產制度的國家 包括 阿拉伯的第三 第三國家 那種 那種 那種回教國家 他們的 那種發言 全部 外面都有一個形象 代表正義的形象 都是一個正義女神 正義女神 正義女神的形象就是 要把眼睛按起來 無視被告的容貌 權力 身份 設置 他的地位 不可以有錢 沒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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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個人 嚴重 這個人 其貌不揚 我們就把他扯 不可以 手牙 公正 代表公平的 審判的天平 手持 正義的保健 這個 來自立法款 先有立法 再有司法 司法就是要按照法律來走 不是 自己愉快 怎麼判就怎麼判 不可以 一定要按照立法款 所以要先有立法 再有司法 一定先有立法 才有司法 我們 現在台灣 我們的 台日本 帝國的憲法 跟這個地方已經停機 穩� 六十七年 當然 這台車放那麼久沒走 你如果消風去了 水也乾掉 油也乾掉 我們的 台日本 帝國憲法 可以直接 帶台灣這個地方 重新恢復嗎 可不可以 當然不行 不行 要修改 要修改 成目前 那個 世界潮流 可比說 我們六十七年前 男人是沒有看參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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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能 違背這個世界潮流 我們必須要按照 那個 目前的世界潮流 讓女性 擁有參政權 所以 這個 高雄酒酒 高雄酒酒店在這裡 後面 我們第一項就是要修正那個女權 要恢復 那個 目前的世界潮流 當然 男人我們台灣是 男人的天下 台灣是 台灣是母系社會的地方 男人同大 所以要還給我們女性公道 要還給我們女性公道 那我們 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以後就按照那個憲法 然後 經過修正完 那個 台灣基本法 台灣基本法之後 才可以來實施 再來 我們認識我們的主權者 我們的主權者 和占領 和代理占領 這三個人 不一樣的地方 我告訴 第一個 什麼人把我們贈領 美國把我們贈領 這就是美國 修喚他們的Logo 美國司法院的Logo 那我們 到底是誰 美國佔領了誰 美國佔領了大日本帝國 台灣 地區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 用一個天皇的符號 這是天皇的黃旗 這橘文旗 一共有十六半 一共有十六半 也有人說八重 八重表 八重表的那個橘文 這個是中華民國 的憲法 第一 要向國會介紹 中華民國的憲法第一頁 就寫得很失敗 給大家看 中華民國憲法第二條 中華民國之主權在於國民全體 什麼叫做國民全體 標示 四海都有中國人 所以四海都是中國的地方 中國人如果走到那裡都變他們 那是什麼 土匪憲法 土匪憲法 這就是土匪憲法 應該在下的 全世界的主權在民 台日本 中國的主權在誰的手頭 憲法有什麼 在台日本 北國 天皇的手頭 美國的憲法 上頭下的主權 在什麼地方 淡國州 各州 所以他們叫做聯邦政府 五十幾個州 組成一個聯邦政府 所以他們的 美國的主權在州 大日本帝國 包括台灣 主權在台日本 帝國天皇的手頭 中華民國 會主權在哪裡 流氓者也有主權 很奇怪 所以他走到他們都是他們的 所以他走到澳洲 那澳洲也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實在 這叫做土匪 土匪 把他 那個白紙黑字 把他寫的 他寫出來 我們台灣的現狀 都是日本天皇的屬地 不是日本國的屬地 大家聽得好 不是日本國 日本國 不代表台日本 不代表天皇 是日本天皇的屬地 美國所選而已 流氓中華民國 暫時台冠 暫時台冠 這個暫時我們喝了67冬 這暫時太久了 所以我們撞不了 我們去顧美國 我們去顧美國 你前後 不按照國際法 來處理 讓我們台灣人 可以當主題 放那隻 那隻 流氓者來這裡 武裝難民 來給我們祈福 來這裡給我們 叫我們去做兵 保護他 這都不對 所以我們去顧 我們如果沒有去顧 沒有因為這個 康米安 我們228的先拜 那個佩洛 我們的林博師 去教他 顧美國 我們原本要做 99年 主權 能夠 受到佔領 最最終的日程 是99年 99年 就像香港 大家知道嗎 香港 二門 為什麼99年要行 因為 香港 和二門 是租款 裡面的一部分 叫做土地 我們台灣人民 比較而已 租款有包括人民嗎 有 主權還包括土地 還包括人民 那我們台灣人要 當多久的奴隸 你知道嗎 99年 你現在還要32年 南西林博師 跟我們228的先拜 大家拥欲 騎出來 帶我們台灣人 去顧美國 這段 我們台灣人 要繼續做 從今天開始算 還要32年 還要做 還要兩台人 做什麼 做努力 做奴隸 當奴隸 現在要來介紹我們 台日本帝國憲法 台日本帝國 英文名叫做 The Empire of Japan 現在的日本國 現在的日本國 在聯合國 那個日本 他不是The Empire of Japan 他的英文名稱叫做 Japan 差在哪裡 我們要來了解這個部分 台日本帝國的憲法 是 近代 和日本基於君主立憲 所謂的君主立憲 就是讓人民 擁有參政權 不是 風帝說了 就剛好 人民擁有 參政權 裡面第一步憲法 這是參考普魯士帝國 全世界 那個 我怎麼算一二月 一個那個 憲法 就是普魯士帝國 就是德國的前身 德國政府的前身 是亞洲第一個 君主立憲的國家 亞洲君主立憲的國家 我要問大家 君主立憲就是風帝國 風帝國真的很壞 英國 大家都知道英國是不是風帝國 有嚴重嗎 有 他們就是君主立憲制 就是這樣 這個憲法是在100百九年 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 100百九年 的時候 這個憲法 現在 給人說是 明治憲法 也有人說是 帝國憲法 也有人說是 古憲法 也有人說是 建政憲法 戰權憲法 這是對於日本國來講 叫做戰權憲法 就是這樣 要注意就是說 這個台日本地國的名稱 是在1939年的時候 開始用的 我要問大家 馬官條約是當時 小簽的 100九五年 所以在100九五年 就是在1936年之前 那時候叫做日本 還沒結局 還沒 還沒成立一個 叫做 大日本帝國的國家 台灣加入 大日本帝國 台灣加入日本之後 才 在1936年的時候 才去 成立一個叫做 大日本帝國 然後憲法頒不出來 這個憲法 都有七張 七十六條 我要 給各位 要問各位 這個東西 太多太多 後面我們台灣的基本法 要按照 戰爭 就是台日本的 國憲法 我們的國憲法 下去修改 不是用他們 現在日本國的憲法 不是用 現在日本的國憲法去改 是用大日本帝國的憲法去改 所以大家 這個科學是高級版 所以大家 先拜 大家都很有可能 會讓我們選 做修憲 大會的代表 甚至修憲的一些那個 一些委員會的 所以大家要很注意 回去的時候 我要麻煩國憲 用各種方式 你去還是網站拿 也可以 或者是你去那個 一些文史館去拿 也可以 大家去參考一下 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下去看 然後 輸扣一下 後面 要怎麼用這個 修改做 台灣基本法 再來 要給各位注意就是一點 這個東西就是 台日本帝國民族憲法的時候 民族憲法 的時代 日本 台日本帝國的憲法 的本文 這個本文要怎麼成功 你知道嗎 這個憲法怎麼生效 天皇簽字對不對 對 確實要天皇簽字 天皇在哪裡簽字 是簽在 帝國憲法上面嗎 是不是 不是 不是 天皇不是 寫在那個 那個 憲法頂頭 沒有在頂頭簽名 天皇是用另外一本教書 這個帝國的憲法 正好 我要來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如果知道說 這個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是由這個 天皇的教書 所認可 才可以頒布施行 這樣 有一個 在法律上的一個叫做 最高位階 一個叫做 那個相對比較而言 是次等位階 天皇的教書 比較大 還是憲法比較大 教書比較大 所以 我們台灣人 在1945年 四月簽那個時候 是按照 日本國的修憲程序 變成 大日本帝國皇民 還是用憲法招書 憲法招 那個那個那個 天皇的招書 抱歉我講不對 天皇招書 大家都知道 我們有一個 1945年的四月簽有一個天皇招書 讓我們台灣人 變成鳳民 我們就是鳳民 鳳民 是用這個天皇招書 所領口的 這個叫做恩典 憲法上頭不下 可是天皇用招書 比憲法更高層級 讓你們成為 擁有恩典 變成是大日本帝國的皇民 那台灣的領土 台灣的領土 必作是內地延伸 重要的 這很重要的 所以 很多學生都去找 說 當初是一九十五年 憲法 如果沒有開 修宣大會 不然把你們台灣拚進去 對不對 這樣怎麼遵算 不好意思 我們最高 那個目前的中華民國的那種 那種思維模式架構 因為它不是共和制 它不是法座 法座是法座的教書 台青帝國也很生氣 這個東西最大 憲法是人民的東西 憲法是國民的基本法 是國民要去 的 這是國民的層級 這個是天皇的層級 我們是按照天皇恩典 下去變成皇民的 再來 簡單介紹 因為時間的問題 我兩點鐘的時間而已 不能說很久 這如果說的話 可能說三個三個說不完 天皇 第一張 我們還是台日本國的憲法 第一張就是講到天皇 剛剛有講到七張 76條 七張76條 第一條 就是講到天皇主權 大家可以看 寫很多東西 包括 這個皇帝 怎麼繼承 通通都有 都有去 去寫到 我要請大家主委 就是說 台日本 帝國的天皇 第一條 擁有 主權 第四條 擁有 統治 統治大權 第十一條 擁有 統帥大權 所以 當初是 台日本 帝國 擁有 台日本 國 就是 絕對 君主制 絕對 所有的權利都在天皇上 如果這樣 你說 做 君主立憲 我們人民 反對的時候 要怎麼樣 很簡單 人民又為什麼 擁有 帝國議會 那帝國議會 可以幹什麼 可以審查預算 天皇 你可以 做很多事情 你可以做很多 錯誤的決定 人民可以說 我要給你錢 就可以這樣子 否決他 就可以這樣子 否決 統帥是 明迪天皇 這部 憲法 定好之後 他 因為 台青帝國 那邊開始在 建水師 開始發電海軍 發電海軍 發電海軍的時 天皇 有說 我這動不動 做那個 其他人 他做純 開始在做 到時候打斷了 日本這邊我受不了 我們開始有一次 因為 日本 在明治的時代 他接受 那個 西方的那個 那個 進化 我們有那個 所謂的文藝復興時代 的那種思維模式的進化 還有一個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就是 所有東西把它機械化 把它工廠化 把它標準化 其實都把它標準化 做起來之後 那個 台日本帝國 變成是 亞洲統選前的一個國家 統選前的國家有錢嗎 有錢 開始有錢 有錢 他跟我說 隔壁的人 開始在準備 一些囚囊來幫我打 我為什麼要準備一下 結果天皇 日本天皇 他就向英國 一平 他買一台 叫做職業號 那個 統選是 日本時代 通選前的一台 戰艦 那是跟英國買的 結果那台職業號 很貴的 非常貴 結果 我們那個 當當當當時的 劉國台神 就跟他說 這個 那台前 太貴 如果要買 國民的負擔 非常重 你如果堅持要買 沒關係 你再做一個 做一個決策 我們再來想辦法 結果天皇說 我堅持要買 回去問問之後 然後對國議會跟否決 說這太貴了 我 本來現在 承二十八歲金 承二十五八歲金 大家受不了了 後來天皇怎麼辦 你知道嗎 他能不能下一道 造術讓全國人民下去 服從 不行 不行 他沒有這樣做 他怎麼做你知道嗎 他說好 你們都不會買這台巡 好 從現在開始 那台巡 從英國開來到日本 我一天吃一餐 絕食抗議 天皇絕食抗議 這天皇在武力 全國的人民 說你如果我吃不飽 我感到一天吃一餐 我也要買這台巡 表現他的意志 表現他的意志 後來 帝國議會有通過嗎 當然通過 風帝吃不飽 那個武力 那個武力 我們政治上的阿爸 沒有吃飯 我們怎麼可以 我們沒辦法讓天皇這樣 受到那種無量 所以 本來也是買 對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出來 天皇擁有絕對 的權利 擁有絕對的管理 不過人民 可以怎麼 跟否決他的預算 這個就是君主立憲的精神 這個就是君主立憲的精神 再來第二中 就是成民的權利跟義務 第三中 就是這個帝國議會 帝國議會 就是人民 那個君主立憲的 那個最大的一個表稱 就是人民的意志 就是這個地方 再來 第四中 就是這個國務大臣 跟蘇米顧問 就是他的政治體結構 他的行線機關 其實是叫做行政機關 第五中 就是這個手法 就是那個裁判所 他們是本來的裁判所 再來第六中 就是這個會計制度 會計制度很重要 天皇你當黑白武 我人民可以跟你否決 會計制度這邊有頂 這樣也有頂 再來第七中 補責 頂什麼 這就是一個憲法 如果遇到 國家遇到困難的時候 遇到困境的時候 怎麼樣子去解決 修憲 制憲的程序 所以第七中 就是遇到這個補責的部分 我現在要來講 現在 現在的日本國的憲法 就是按照 台日本帝國的第七章 第七十六 第七十三條 的修憲程序 下去修正 修正而來的 我問大家 修憲跟制憲有什麼不同 大家知道嗎 一個國家 主要的問題要解決 修憲基本台法 憲法 就叫做修憲 國家有沒有滅亡 沒有滅亡 一個國家 竟然不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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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製造一部的憲法 竟然選一個主權者 竟然做一個變革 這樣叫做自憲 只有王國一個國家 死亡 一個國家 不死了 才需要制憲 如果所有的程序 都是修憲程序 我要跟各位說 在日本帝國 在1975年的時候 只是戰敗 並沒有滅亡 並沒有滅亡 怎麼證明呢 用現在新日本 的憲法 修正 的程序 後天再來看 可以看出來說 我們在日本帝國 只是因為戰敗比奪罪 並沒有滅亡 再來我們來簡單介紹 日本國的憲法 這部憲法是新憲法 日本國的憲法 他們的國名叫做Japan 不是叫做你安排給Japan 大家要注意 這大家都可以去查 現在那個做 如果說不對 隨時都有人會吐槽 因為現在很好查 那個 我們一些年輕人 Google就可以隨意隨查 這個很簡單 都可以去 找這些資料出來 日本國的憲法是 經歷大日本帝國 第73條的領事 全民 修改 日本國的憲法是 在194年 11月13日 的時候公佈 大家注意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 這一點 就能夠決定 這個日本到底是什麼身份 我對這個地方 要塞到 我們 1952年4月28日 那個 古今山河平條 簽 那時候的新聞 大家要注意聽 日本國的憲法是 經過 第73條的程序 這個地方 哪裡 大家可以去查證 甚至我們 透過媒體 我們網路的媒體 大家都可以去查證 這個寫在 日本 那個 日本國 新憲法的 詔書上面 比較重要 我給各位看 再來 在這個 新憲法跟古憲法的關係 這個修憲架構 還有什麼 在新憲法 裡面 新憲法 日本國的新憲法 第98條 第1項 他就下到了 在大日本 帝國憲法前 所提成的法令 作為與憲法 相違背的內容 與大日本 帝國憲法 同時失效 意思就是什麼意思 意思是什麼 只要不違反到新憲法 古憲法 有效嗎 有效 有效 這我們台灣有 一句話叫做 新勒無説 古勒無別 所以 一個國家 含憲法 都不失望 這樣由他們為戰敗 來蒙國 有沒有 沒有 台日本沒有蒙國 現在還在 他在1940年 大家注意這個時間點 很重要 很重要 這就是剛才說的 台日本 帝國新憲法 的教書 上頭下 這 可能我們全黨的時候 一些疑惆也不去 沒關係 重點就是說 經過這個 憲法 台日本 帝國 第73條的規定 由 帝國議會 標決 這帝國議會 裡面 有包括台灣 有嗎 沒有 台灣人 沒有去參加 帝國議會 這個修憲的程序 沒有找台灣人去 所以台灣有沒有效 有沒有效 無效 無效 這是第一項 一個憲法 是在 新憲法 是因為古憲法 修正而得 所以 盟國這麼需要這個憲 台日本 帝國沒有王國 沒有王國 在1940年 才過 找什麼 所公佈的 新憲法 這個是 現在的 我不講他是小日本 我說他是新日本 新日本 他是在 1946年的11月1號 修改憲法 之後 然後他一共有 11張 這個憲法一共有11張 103條 重點來了 他這個報分有加入一個叫做 麥克阿瑟的三項原則 麥克阿瑟有沒有介入 別人家訂的規矩 有 他介入了 因為 那個時候 日本 是 美國的軍事佔領地 然後 除了日本國以外 還有一個叫做 琉球群島 還有一個 琉球 當初是在日本 帝國前排的時候 都有三個軍事 簽名政府 一個簽名 美國 本國 就是美國 直接簽名 另外一個就是 郵聯合國 簽名 琉球群島 聯合國在委託美國 進行軍事佔領 第三個 就是 美國佔領台灣 然後 用麥克阿瑟一號命令 讓蔣介石代管 一共有三個軍事政府 所以 這個時間點 一九四六年的 蔡議會 請什麼 簽書和平條約 簽了沒有 還沒有簽 還沒有簽 他是在被佔領的狀態之下 所簽署的 憲法 現在哪裡 第九條 放棄選賤 一個國家 不可以選賤 這樣叫做國家 不是 還 增列 西方普世價值 就是自由平等觀念 以前還有分貴族 平民 武士 商人 很多層級 再來 男女平權 日本就是怎樣 男人在外面打名 男人是在參政的 國家台書都是男人在處理 男人是 家 童大 他是只有家 家是他最大的 所以女是沒有參政權 然後 他們在一九四年 蔡議會 找什麼 修改 台日本 帝國憲法 做為新憲法 他們把這個女權 把他放進去 自由平等觀念 放進去 所以我們後面 各位先拜 麻煩你們後面 如果有人參與 到我們 台灣民政 富士兵 台灣基本法 修訂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 女權 一定要去追回來 沒有追回來的話 那會很麻煩 我處於我們 不就跟他拚了 不用說民眾跟他拚 我們不就跟他拚了 這 半開玩笑 這是跟各位說 那 那 是要修正一下 按照 按照 目前的時代 與時俱進 要因時置疑 因地置疑 一定要這樣做 再來 我要在這個地方 來推演 整個大日本帝國 從他的建國 開始 到目前的 那個時間點 從 以前開始 從 一百九五年 一百九零年 台灣 跟日本 進行 開始算 一百九零年 十一月二十九 台日本 帝國 憲法 實施 叫做明治憲法 再來 一百九五年的下官條約 下官條約 台澎群島永久割浪於 日本還是大日本帝國 都不是 不好意思 大家在騙而已 這裡有什麼官條 大家可以下去傳 因為我 那個 這麼多人 我敢演一文 真不好意思 我這裡念了 各位聽 大家下去 傳閱 下去參考一下 大日本帝國 跟那個大清帝國的馬關條 上面寫的 白紙黑字寫的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以及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未定立合約 被兩國籍其臣民 重修平和 共享幸福 下一大堆 再來很簡單 這個意思就是怎麼樣 天宏跟天宏 兩個人 高掛東西 兩個人 互相 派自己的總理大神出去 很簡單 我要去買一罐豆油好了 叫我女兒 拿一百塊去買 買回來 這罐豆油是我的 還是我女兒的 當然是我的 因為錢是我腳的 我女兒是幫我跑腿而已 所以大日本帝國 他派了一個跑腿的 叫做伊藤伯雯 台清帝國那邊 叫做什麼名字 李鋒章 這有人先拜 沒打過 他們兩個只是幫忙跑腿的 牽回來這個台灣 我們的台灣就是 在這個地方高掛 上面 白紙黑字寫的是 大清帝國 皇帝對皇帝的合約 不是國家對國家 不是國家對國家 所有主權在誰 皇制 就是在天皇的手頭 原本台灣的主權在哪裡 其實 大清帝國是沒有擁有台灣的主權 沒辦法 因為他前半年 賴皮 他只有台灣的 六個屯肯區 是 整個台灣的三分之一的土地 其他三分之二的土地 是原住民的土地 搽了 後來 後來 日本 國來 看 他 三分之一 是大清帝國的 其他 三分之一是 關主民的 他後來花二十多年 跟 台灣人 怎樣 有沒有 國民黨都跟我們架公戰爭 沒問題 有戰 戰20年 啊靠我都戰20年 台灣一天我怕我都戰20年沒有啦 其實不是啦 花了20年的時間 大部分用通婚的方式 所以去年 有一個國民黨的中常委 生的廖啦 不要說他的名字 烏鋼大王 大家可能回去查就知道 烏鋼大王 他說怎麼樣 台灣的原住民都不是雜種 他這樣說 為什麼他要講這一句話 我也故意說 這事情發生在一百九五年 馬關掉了 生後後 日本花20年的時間 派他的王族的貴族 跟國政頭 台灣國政頭的 或是領土者 交換什麼 交換孩子 交換孩子 就是日本的鳳族 派他的 他的公主 或者是他的一些王子 來跟我們台灣人通婚 這個叫做貴族通婚 因為台灣 這個土地 因為戰爭的關係 只有三分之一是大型帝國的管理而已 這個可以拿給後面的人看 其他三分之一都是我們關住民的地方 所以要怎麼樣 怎麼樣子把別人的財產變成我的財產 沒有辦法 除了戰爭以外沒有辦法 搬家 他們還沒有搬家 要怎麼樣 簡單的 派我女兒去優關他們的父親 這樣就好 派我父親去優關他們的女兒 我的財產不是他的財產 不過我的財產是我兒子的財產 也是我媳婦的財產 我親家的財產 也是他們的財產 也是我媳婦的財產 這樣有一樣嗎 花了20年時間 大部分用通 叫做貴族通婚的方式 這個國民黨的人 很夭壽 說這是什麼雜種 我們住民很多是雜種 其實不是雜種 我們是台灣的貴族 也是日本的貴族 大家說對不對 這去年 這個聖鳥的那個 國民黨的總長 現在那個 你們年輕人可以去查詢一下 姓鳥的 因為那個姓鳥的 不要說他的名字 說就很期待 一百 九五年下官條約 台澎群島永久割浪於 大日本帝國天皇 再來 剛才說的20年就是在這裡 一百九五年到一九 英五年生來我們死竟 就是 十八年死竟 十八年死竟 大家有去聽過 我們貴族書 演講很清楚 他就有說到 這個就是台灣人 抗日的最厚的一場戰役 要做親戚 我為了要握你的財產 我叫我女兒去握你們女兒 叫我女兒去握你們好生 這樣握很多 如果沒聽到要怎樣 當然是戰爭 對不對 是不是 花20年的時間 台式台灣人多少你知道嗎 國民黨都說這個 說日本人台式台灣人 台多少 20年都總台2萬 國民黨200的時候 你知道他們8天台多少人嗎 15萬 我們要逼台人 國民黨又逼人 比較好台 當然這個東西是因為 他要收復整個台灣的族群 因為我們那個時間點 早前還發生兩件事 我們台灣人 把全世界的人 因為我們是海盜國家 一個叫做南甲之盟事件 一個叫做牡丹社事件 沒有什麼事 發生這兩件事的時候 都是怎樣 一些外國的族 來臺灣這裡 遇到海南 結果我們的人 我們一些先輩 百幾年前的先輩 怎麼 有跟他合作 沒有 跟他穿夾 這樣是不是海盜 其實是這樣 有沒有覺得不應該 沒有 為什麼 因為之前人 台灣那種 館283年 他沒有跟我們台灣人 教說 怎樣是政客 怎樣是不行 他沒有跟我們說 沒有跟我們教 沒有跟我們教 教育 所以日本人 要把他同心的一個 教育模式 一丹 就是因為有那個 文藝復興時代 對人的心靈上的革命 還有那個工業革命 對物資上取得的革命 一個物質的 一個精神上的 要讓台灣人整個教育提升 所以他希望 經過台灣 都可以做一次提升 不要說 一部分的人有提升 一部分的人 還過到元素的行為 所以他花20年的時間 做族群融合 所以那個 國民黨的 中常委 那個省的廖 說那句話 很不應該說 但是我們也可以知道 這個東西是屬實的 這是事實 我把這個東西 改破大家 比較清楚 這樣 日本 一百九五年到一九五年 都花20年的時間 全台征服 這叫做什麼 你知道嗎 軍政時代 軍政時代 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的 一個政府 一個地區 要建設起來 一定是由軍政 訓政 再來憲政 一共有三個模式 軍政時代就是 我就是要征服 我要實現我的意志 我要把台灣全部都把他們 收起來 都要收起來 第二項收起來要做什麼 收起來要掠奪嗎 日本人敢是中國人來這裡掠奪的 不是 不是 再來就是 在訓政時期 訓政時期就要跟你交易 因為你現在的戰術 是因為你比我落後 我比你先進 你比我落後 所以你才會被我打敗 那既然我比你 我比你先進的話 那我要 我打贏你之後 我要幹嘛你知道嗎 我要讓你進步 我要讓你進步 這就是 戰爭的情形 這是真正的戰爭的精神 戰爭不是像那個 中國人那種土匪 為了要打 為了要搶錢搶娘 搶娘們 他們都要這樣說 搶錢搶娘 搶娘們 不是要做這種事情 是要讓這個地區進化 要讓一個地區進化 所以 在1925年 生日安事件之後 所有 全部台灣全部都收起來 到1925年的3月31日 就是在4月1號的進行工 全 那個台澎群島黃明化 不是只有台灣而已 還有朋友 所以我們那個時代很多先輩 都要學什麼 學一本 要學一本話 要學一本話 學一本話之後 你們說的 你們說的國語是什麼語 日本語 不是現在的華文 不是現在的華文 再來 1925年的4月取消 在日本 中國天皇教書 讓台灣人 擁有參政權 和參政權 大家知道嗎 如果沒有擁有參政權 參政權的話 大日本帝國敢把武器交給你嗎 敢不敢 不敢 因為你沒有對他好中啊 所以我們是從 1945年的4月1號 天皇用他的恩典 用造術 讓我們台灣的變成 讓我們台灣人變成是鳳民 讓台灣變成是內地延伸的 固有領土 這時間點開始叫做憲政開始 台灣 曾經在 台灣在1945年的4月1號 實施過大日本帝國憲法 按照萬國公法 行鮮之地已經變成是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日本 這是前壞 他敢有謙思公 要把台灣放棄 有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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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跟各位說 重點來了 再來 九十五年八月十五 台日本帝國投行 日本 美國 美國 日本 日本 琉球 跟台灣 平和 都當三個軍事戰領地 剛才有跟各位報告過 台灣是由 麥克阿瑟以後命令 請解決 台灣 請解決派什麼人來 黨議來 黨議來 再來 1945年的 十月二十五 黨議 起來台灣這裡 台日本帝國的總統府 請黨議來 解散 這叫行憲機關被解散 我們 我們台日本帝國的憲法 要第二 行憲機關還在不在 不在 請黨議來解散 不過這個解散有效 沒有效 沒有效 因為這個解散是什麼人解散的 黨議解散的 黨議那是日本天皇 那不是 不是 這樣有效 沒有效 我男子 我男子 我要跟他拆當官 是由我拆還是由我隔壁拆 當然是由我拆 隔壁要跟他拆當官 我就要跟他拚命了 所以 很奇怪 當議是中國人 中國的政府 去跟改善我們 台日本帝國的政權機關 這沒有效法 他有沒有延續大日本帝國的 那個行政權 沒有欸 去跟他們改善人家的家 很奇怪 拖墓要做的 土匪 重點來了 大家要注意看 194年 我不要害怕 我直接講到哪裡 如果要承諾 大家主動沒關係 194年 初春 因為日本 日本國那邊 吃兩顆圓豬庭 全世界都不知道說圓豬庭 除了有一個大以外 大家以為 當初是要彈珍是知道說威力很大 可是不知道那個會有輻射線能夠殘留好幾萬年 結果打下去才知道說 啊 夭壽了 那兩顆圓豬庭 輻射線的殘餘 竟然要殘存在地球上好幾萬年 所以打那兩顆圓豬庭之後才不會再發生那顆圓豬庭去打 因為那個除了會害到別人 還會害到自己 全世界都可能 因為那個地方變成人間戀獄 那個地方這樣 哇哇小是有人這樣 一瞬間就被蒸發掉 和骨頭都沒看到老一個小子在肚子 老一個小子在肚子 這樣 和骨頭都蒸發 都蒸發 都離職化 我們一個工程名稱叫做離職化 全都離職化去 都沒去了 都扶去了 全世界可能這個地方 他雖然賤敗 不可能他 那兩顆冠主堂 有沒有違反戰爭法 有啊 有啊 戰爭不能無差別屠殺 戰爭只能幹嘛 只能壓制政權 只能夠驅逐 政權只能夠壓制軍隊而已喔 能不能打平民 不行耶 啊不行的話 美國怎麼兩個原子彈在幹嘛 這壓力我們才可以算 他如果要跟我們算的時候才可以算這兩顆 啊當然 台灣等一顆就頭 又比台灣主堂 又跟 又跟口輪 台灣人都撞五千多萬人次 遭受這個人 那個所謂的政治戀慾 派一個臭頭來給我們求 麥克阿瑟 自己不敢違反 那個 戰爭法 他自己不敢給我們加 結果派一個臭頭來給我們加 派一個臭頭來給我們加 就是這樣來 1946年初春 台北本帝國是在1945年8月15個導航的 這個時間點 還不會簽書 古金山合併條 大家注意聽喔 1946年的初春 日本國政體草擬修憲 那時候叫做草案 草案其實是在1946年的春天就 準備好了 1011月秋山的時候簽的 天龍所簽的 那簽在憲緩頂頭 那簽在憲緩頂頭 不是喔 簽在哪裡 教書啊 簽在教書啦 那叫做最後的招書 喔 這是日本國最後招書 就是 憲法 新憲法 新憲法生效之後 大日本帝國 天皇就從來不簽招書了 就不簽招書了 啊 這個時間點 就是1946年的春天 大日本帝國天皇 尋勝 日本國國慶 親自就地踏勘 日本國政體 政土領土範圍 比照馬關模式 就地踏勘 大家有傳來看那個馬關條約有一個就地踏勘 就是叫李鋒張 他兒子 李政芳 又叫一個 我忘記你的名字 不好意思喔 剛剛都忘記了 就是一個刺激官員 刺激官員 為什麼要就地踏勘 你們的土地 如果跟人 買賣高官的時候 敢要 去負責責要不要 當然要負責責啊 不然負責責打不到 就吃辣了 我沒來沒去 隔五邊的土地 撿隔壁 跟我們 賣幾十人 我們也辛苦 當然是不可能的啦 重點就是來 這個地踏勘就是 要去現場 履勘現場 絕對要一步一步去 我們 台灣當初 當初的時候 那種做馬關釣魚的時候 就地踏勘 有點到 釣魚台 有的 當初的時候就是釣魚台 是比照馬關在馬關條約的時候 割讓給 大日本帝國天皇的 當初的就地踏勘 就有 在基隆外海那邊就已經有去算到那個地方了 就去 點到那個 那個城下區 那個地方 所以 日本那邊在說話不說喔 其實不是在那做 馬關條約前 把它 併吞了 是在 馬關條約的時候 還有去 復測一次 地籍 發貨 這叫做就地踏勘 大家覺得很奇怪嗎 日本國要修憲 為什麼 天皇要去就地踏勘 大家有去想過 我還是各位報告啦 因為 這個時候的天皇都很有人的身份 這個叫做大日本帝國的天皇 他是絕對君主制 他是 他叫做大日本帝國 皇民 的頭 另外這個就是 日本國新憲法 說孝宗的虛偽孝宗對象 我們知道 那個孝宗元首有兩種模式 一個叫做 直接孝宗 一個叫做虛偽孝 但日本帝國是要直接孝宗 大日本帝國天皇 日本國修憲之後 他們日本人 你知道現在日本國的人 有沒有孝宗天皇有沒有 沒有了 他們叫做二維君主制 不是絕對君主制 從1946年的 11月3號開始 他們就沒有孝宗天皇 因為天皇只是主權的象徵 他沒有孝宗天皇 所以 他們日本 戰敗之後 要簽署 就是在和平條約之前 發生了這一個很重大的事情 結果我們 台灣 跟日本 所有的學者 都默示這一點 這個 具有法律上的意義的 這有法論上的意義 為什麼他沒有派官官親自就地踏槍 因為 在日本帝國 戰敗之後 沒有官好派 新日本那邊 的官 他可以派嗎 沒有對他效忠他能不能派 不能派 所以天皇只能夠 自己一個人 全包 走透透 走透透 全日本去洗一臉 所有的土地都去打到 就地踏槍 台灣 那個時間點 天皇有來 琉球 有沒有 沒有 有來台灣 沒有 所以日本國新的憲法 有包括台灣跟琉球 沒有 沒有 所以新日本 我又要跟他 我不要說小日本 新日本 新日本 對那個時間點已經變新日本了 1946年的11月3號 大日本帝國天皇簽署同意 在招數上同意 日本國修憲架構 這標是什麼 日本國的政體 脫離台日本 帝國政體 不包括台灣跟平 我們常在說台灣 獨立 台灣 台灣要向誰獨立 向中華民國獨立 他都不是 是我們領地上的阿爸 結果我們要向他發獨立 這樣不覺得很奇怪 有沒有 我兒子後面大了 先帶媳婦 他說要 我家自己大了 他是跟我說還是跟駕駭說 當我駕駭很衰 常常說 當然是跟我說 不然他還在旁邊 因為是我的兒子 主權在我這裡 是不是這樣 我們台灣要 獨立後面 真的有一天要獨立 那是要向中華民國發獨立 不是 結果我們要做一些 先輩現在還在 那個台獨立名牌 還在打拚 那是在打拚什麼 那就不是你阿爸 你一直要把他構成 他的財產很奇怪 在那裡要跟他學土地 台獨 為什麼不對 就是從這裡開始不對 為什麼台灣不需要獨立 台灣已經可以自己管自己了 因為 古今宣和平調的時候 日本已經 白紙黑字跟你講了 台灣已經放棄台灣 那個二條 他已經想 日本放棄對台灣澎湖的一切權利 跟權利 民意與要求 大家可以去看 順便可以看 這裏面沒有寫到日安派給Japan 這裏面寫的是叫做Japan 這裏面也沒有寫到 風帝 也沒有寫到天空 這裏面有英文版的 沒有寫到天皇 沒有寫到大日本帝國 所以這份合約 只有寫Japan 為什麼 因為就只有新日本的地方啊 什麼人跟全世界 寫合約 寫那個好兵教育 是現在新日本的 日本帝國 只有新日本的土地而已 是不是 台灣有沒有 有 1945年的 1945年的4月1號的 詔數有沒有被廢除 沒有被廢除 大日本帝國 已經在這個地方 實施憲法 我們的憲法 機關只是 被承認給解散 那叫非法解散 那是 那是不存在的 你知道嗎 大日本帝國 台灣總督府的官制到現在都還存在 沒有你文綜而已 要存在 就那請你什麼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聽過台灣姓嗎 台灣神 有沒有被廢神 沒有 現在才是動神而已喔 動神而已 為什麼不能廢神 這後面我們要用這個東西 作為他們侵略我們的證據 你憑什麼 中國來我這裡 給我軍事佔領 給我這裡設一個台灣神 憑什麼 為什麼不能廢神 美國要求 你不能廢神 這後面有人要來 有人要來 作一頭 戰爭債 什麼人 就是你們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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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我們作為大家討好嗎 好 好啦 再來 很簡單 1949年 10個車 這叫做縣事報 美國38年 10個車 台灣的政府因為 沒到當政變成功 流亡 要比什麼 流亡政府 那流亡政府要不要 跑到人家家裡面去 要不要對人家低頭 要不要 要 他有沒有低頭 沒有低頭 沒有低頭 來這裡又吃好很快 然後他們 繼續 藉著內戰未結束狀態 賴在台灣不走 大家知道823炮戰 沒聽過嗎 823炮戰 我給各位報告 這叫做縣事 什麼人跟什麼人縣事 所以 823炮戰 大家知道嗎 他說打了21年 我打到最後 我們有些先輩可能會參加過 單打雙不打 你要前進還有那個 說單打雙不打 我以後馬仔不能打喔 馬仔會辦 辦桌請人家 你不能打 我就經歷 單打雙不打 雙打 單打的時間 我給你 騙全世界 說他內戰未結束 所以他回不了 回不了中國 只能賴在台灣不走 還在屁 屁屁不讓我們台灣民政府建設起來 再來 1952年 4月28 就這張和平條約 日本國 不是台日本帝國 日本國的中立集田貿 放棄 大日本帝國台澎主權 大家有傳在看 上頭下 這個就是片面切割 第一 我要講的 第一 我今天 和我們 這我長 長和我們太太結婚 我 明天才 靠他把我處理掉了 他 憲哥我這樣四處趴趴走 只要哭哭 都沒有在家 要把我理掉 他自己 片面的簽署 這樣有準正 沒有 當然沒有準正 我也沒有要放他 不可能 要什麼 要什麼情形 兩方的 的人都可以 要簽署 所以 吉田貌他片面切割台澎主權 懸空 割讓 他跟誰割讓 有沒有人跟他交接 沒有人跟他交接 所以 這個有沒有 有效 可是對外面的人來講 其實是無效的 可是有沒有造成 別的國家的損失 有沒有 他把台灣 懸空割讓 他落在那裡有台灣 他剛才把各位報告 他求數兩年的時候 他已經修憲脫離大日本帝國了 然後他還是戰敗者的大日本帝國嗎 是不是 不是啦 然後他口袋裡面有沒有擁有台灣 澎湖的 權利 沒有啦 他落在那裡沒有 他在跟誰 割讓 割讓我就割讓嘛 他叫我擔掉我就擔掉這樣而已 他有說上頭說要給美國 或是要給中國 沒有 所以沒有人我都要去購嘛是不是 就是沒有人來購 這叫做政治語言 全世界都叫積鐵帽騙去了 再來1972年 5月15 這次我們有去 我們5月15的時候有去參加我們總理 跟我們這些先輩有去 要求去參加他們 主權 回歸40週年 其實不是主權回歸 現在的日本是什麼日本大家知道嗎 現在的日本 是不是聯合國 的議員 是不是 是齁 你們知道嗎 當初是打敗 大日本 帝國是誰 同盟國 同盟國 就是現在聯合國的前身 日本現在是戰勝方還是戰敗方 現在的日本國 現在的日本國是戰勝方 所以 美國 We talk 聯合國 戰勝方的日本國 押制 押制 戰敗的大日本帝國 琉球群島 在 1972年的5月15號 我們對這個主權 也可以看清楚這個事情 金山和平條約除了沒有包括台灣以外 有沒有包括 琉球群島 沒有耶 為什麼 因為他是先修憲 脫離大日本帝國 他在那裡根本沒有台灣 這邊沒有流球 他在放棄什麼 當然是沒放棄 為了要跟大家騙 騙我們台灣人 那種 讓他這樣講講 完全都不會好拚 完全都 不知道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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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這樣刪掉 刪掉 總是 提供北歐有目標 我們把它解開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 如果說就是那和平條約 是代表整個大日本帝國的話 那琉球是不是應該在1952年就應該獲得釋放 是不是 是不是 當然是 啊 對這 對那個 1972年5月15 大日本帝國 獲得 獲得 那個 那個 自由 獲得那個主權自由 是不是代表說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日本國根本不代表大日本帝國是不是 是 啊為什麼 因為他在1946年11月3號已經修憲脫離大日本帝國了 這就是重點 這就是很多的專家 都漏氣的地方 所以我告訴他 但日本帝國 講名叫做日本 Apple 他這是正白 有賣國嗎 沒有 但日本帝國的憲法因為正白比 美國數多 有出銷 沒有 日本國的憲法頭上也還有下來 還是有效 第三個 台澎群島有沒有因為 任何有效的法律文件包括舊金山和平條約 包括那個 那個馬英九在那邊臭改的那個 那個中日合約 所放棄 簽署中日合約不管我不管他是什麼時間什麼早兩個小時兩個小時我不管他啦 1952年的 日本是什麼日本 請你媽英九聽清楚 他沒有代表 擁有台灣的台日本帝國 他在放棄什麼 他放棄的是 我對空氣切割啦 我把我的全力給 啊沒人收到沒人收到就沒人 有什麼就給他割嘛 那不是 有沒有人說我 我頭上誰說買給美國結果 結果沒有給美國那有 還是說買給中華美國沒有給中華民國 什麼人給我放棄 還是什麼人給我割 沒有啊 我就是說我放棄而已 我跟我說要給誰 我放棄就是放棄我沒要關你事實 為什麼他要放棄 因為1945年的4月1號之前 大日本帝國的總督 是由天皇所派任 因為 台灣當初是沒有實施憲法 沒有實施憲法是屬於皇土 不是國土 然後在1945年4月1號讓台灣人變成皇民的時候 台灣就屬於內地延伸 屬於內地延伸的土地 也沒有規劃在憲法的架構裡面 台灣的總督要不要 變成日本內閣 總理大臣所派任要不要 要 所以 吉田茂放棄的什麼 台灣 總督府 官座的任命權 我給他放棄 你不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不寫清楚一點 為什麼不寫清楚 因為這個台灣總督府 的官座 在在一休 數五年 10月25號大家剛才有看到嗎 那叫做光復節 人家在講的光復節 那一天已經被稱禮解散了 你可以在白紙在那個 和平條約上面 寫一個不存在的東西嗎 可不可以 當然不行 變成怎麼樣 我用形容的方式 我放棄台灣 主權 還有主權權利 放棄 有說要給中國民國 有說要給中國 跟中國什麼關係 中國是完全沒有關係 中國很愛說 自古以來 台灣就是他們的 一部分 最近我要向各位報告 我聽了一個消息 大家知道趙青龍 日本的一個孫母的一個 選手 知道嗎 他那樣 他是什麼人你知道嗎 他蒙古人 蒙古人 蒙古人 蒙古你知道嗎 元朝你知道嗎 元朝人啊 他是元朝人 蒙古現在還在不在 在啊 你知道嗎 他回去 中國 他不一定去蒙古 他那樣出來選蒙古的那個 那個領袖 他就要什麼 跟中國唱什麼 中國是我元朝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是我蒙古完全沒有建制過海軍 所以台灣跟蒙古 一點關係都沒有 既然跟台灣跟蒙古一點關係都沒有 跟中國有沒有關係 當然是沒有關係啊 這我自己演繹的 大家聽一聽就好了 我看大家稍微披露 再來 大家可以看到 就算我們和平條約 不只沒有包括台灣 還沒有包括琉球 1976年5月15號 琉球民政府因為帝國 颱風群島被占領 我們跟蒙古回歸沒有 天空的旗下 原本有三兄在那 因為前輩都要去做康工 一個叫做日本 一個叫做琉球 一個叫做台灣 阿兄就是 原本的阿兄就是 台日本帝國 就是 現在的日本 日本吃兩顆原子彈 被打到這樣 所以他跟他說 好啦 這官僚他 不要把他 不要把他 壓到那麼多 讓他做六年的康工 就放他自由了 讓他先拖大日本帝國 你就不要沾這家 這家就是 這家都做 一個天空兩個 三個學生 都在做康工 因為建牌嘛 1972年的時候 這個二兄流球 在1945年剛好同一天 4月1號的時候 琉球登陸 玉學戰 那時候 他們是差不多超過一半的人 琉球人被 美國人殺死 男女老幼都有 殺死 一半 所以那個地方 打到米軍 打到咪咪咪咪 這也放他 放他 台灣 沒有喔 他只來這裡風炸 然後派一個海軍戰隊來這裡登陸而已 有跟我們風炸 有跟我們風炸喔 有沒有來實施大規模的 登陸戰有沒有 沒有 沒有 為什麼 為什麼美國會怕日本 大家知道嗎 是因為剛才那天 1945年的4月1號 他打去你流球的時候 這壞掉 台日本大公是三個國家 我給各位 簡單做一個形容 什麼叫做黃制 什麼叫做紅 紅就是 你知道嗎 風炸 這裡很多原住民 我相信你絕對知道 因為我有一半是原住民的身份 你知道嗎 風炸 風炸裡面的 天空就像什麼 龐 有什麼 有雄風 作戰部隊 有攻風 時時百業 釀蜜 去 包括去 一些風草結構 一個 風炸要來 頂我們的 風炸的時候 外面的 戰鬥者就是 雄風會先去打 打不贏 去跟本島打到風炸裡面 攻風會不會打 那時候就沒有分男女老幼 我們台日本帝國就是 由人類所組成的 蜂巢組織 這 全世界最好的 美國見識到 這個所謂的人類 最好的一個 結構 就是 在大日本帝國 已經 產生了 男女老幼 包括女婦 包括小孩 只要他有辦法幫你 他就 跌到射射射射射射就要幫你 在射射 就這樣 美國人怕到了 怕到了 美國人是要去 一隻黑商要去把他拔一塊 麵來吃而已 結果 拔下去看就 龐仔來 要走嗎 不走定時 不走定時 所以他跟 日本跟台灣 他跟 關日本跟琉球太久 他也不會管太久 他希望你們自治 他希望你們主題 所以說 給你們主題就好了 那你們自己壓制你們的天皇 所以 日本國的修憲是為了 加入戰勝方 去幫忙 壓制 大日本帝國的天皇 就這麼簡單 所以大日本帝國 現在 根本三兄弟 走兩個出去 剩下誰 台灣 台灣是唯一的副長 很抱歉 現在在南海那 22個國家在 大媽在 歐 打在歐什麼 舊油 你大家都知道波斯灣嘛 波斯灣是全世界那個 有最多的地方 十幾個國家在分 光聯合國 那個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就有40幾個酋長在那邊分 台灣有沒有人分 南海沒有 南海是 大日本帝國的 整塊都是你們的 大日本帝國現在唯一的政體 算誰 算誰 出台灣而已 日本已經 加進戰勝方 說得快 他叫做拳克 他現在已經是戰勝者身份了 結果我這樣講完之後 安倍金山先生 他在今年四月一起唱 他主張修憲 修憲要做什麼你知道嗎 大家可以去看 可以去查 今年四月一起唱 安倍金山那邊 那個 前首相 修憲 日本國要效忠 天皇 為什麼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天皇 因為台灣 因為我們擁有 新南群島的主權 新南群島目前是 第二個波斯灣 而且是唯一的沒有人跟我們分 全世界統治 除了石油以外 在他的表面上 在他的那個800公尺以下 1200公尺以下 那個地方有什麼 可蘭冰 大家聽過嗎 因為 壓力 因為那個 壓力有夠 冷度有夠 所以 一些微生物 呼吸出來的 甲烷 只是自動在那個海底 海床上結成一層 可蘭冰 甲烷 那個叫做甲烷 一個火 一個彎 甲烷 全世界只有他有 原本 大致本地國戰敗 怎麼找就找沒有礦產 為什麼找不到 人本沒有 因為那時候技術沒有辦法探到海底 不知道說海裡有 有啦 大家都想說 奇怪全世界 好政策的地方 他就是沒有礦油 沒有礦油的地方 那個山坡的地方 沒有政策的地方 他就是有礦油 天公平的應該是很公平的 為什麼天公平的 對大致本地國的人 這麼不公平 但是這麼不公平 結果倉在哪裡 倉在海底 倉在海底 對啦 所以 他們這次修憲回來要幹什麼 為什麼要 效忠天皇 因為 要回來啦 對啊 我們有擁有石油 哪有酒油啊 不然現在 剩一個第三個 公秀在那裡 做路在那裡 跟人家戰爭在 我想這樣說 大家知道 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 美國 有沒有 對台灣提供武器的 義務有沒有 有沒有這樣寫 什麼叫做義務 我養我兒子我敢要給他收錢 不用 是怎樣 叫做義務 美國有提供台灣的義務 我們台灣敢要付錢喔 美國 要有沒有 不用耶 按照台灣關係法 不需要耶 那為什麼中華民國 每年都要變 一兩千億的 預算給美國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默默的在幫 大日本帝國還戰爭在 當初是美國人 西西八萬人 叫我們大日本帝國 上海 百幾萬人 這些人敢有人帝 除了美國政府委員 我們沒人給他帝 沒有人賠償耶 那他們的生命不值錢嗎 當然值錢啊 那戰爭在要不要賠 當初馬關條約 大清帝國賠償 要不要賠償 要啊 戰爭就像賭博一樣啊 這錢就像賭博一樣啊 賭博的人要付錢啊 對不對 啊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在馬關條約的時候 是大清帝國賠償 三分之一 然後三分之一用通文的 不然用爬的 這樣 會不會再結起來了 所以他們現在修憲 日本國在今年的4月27日 剛才我們去 日本 交流協會去跟他們 書院的那個時間 他們的民主黨提出修憲 日本國 要效忠天皇 因為 阿爸有財產啊 不然等一下本座怎麼可以 是不是 阿爸有財產啊 全世界 22的國家都跟我們這樣玩家 那差辣要在我們家 跟我們討論的東西 又在外面 走到大小的東西 不怕我們知道 是什麼 因為我們叫他 我們叫他討論 我們叫他討論 我們跟他討論 不知道他討論 我們台灣民主黨4000的人 我絕對他討論 好不好 4000個人 包括 釣魚台 我們都去插旗子 那都是我們的 常常在說 因為我們 台北群島現在是 大日本帝國為他的負擔 我們這支旗子 這支旗子 不是日本國的旗喔 這支旗子叫做 大日本帝國的旗喔 大家要旗 我們這支旗子 這支旗子 這支旗子不是 現在的日本國 這支旗子 是1945年 8月1號 8月15號 之前的大日本帝國 所以 很多人去告 有兩個生涼的先輩 去告說 你們日本人 為什麼把我們放棄 我們台灣人 日本國籍 這樣不合理 結果去告告書 為什麼 因為 他們的新法長 抱歉跟你說 抱歉 我們在 1945年 財運過的 車子的時候 已經不是台日本了 我們是什麼日本 新日本 不要跟他說小日本 台澎群島現在是 台北帝國為他的負擔 所以我們要 很多國家 包括中國 他們都會跟 搶 台灣是他們 深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結果我們 最高最高的時候 他不敢再說 他說什麼 核心利益 他怕 我跟他說 那你是蒙古的一部分 那蒙古沒有海軍 沒有海軍你怎麼打來台灣很奇怪 對不對 喔 那個 泡泡國家 不要說太多 日本國 琉球 霸鋒宿島 霸鋒宿島現在 俄羅斯把我們沾去 祖島 南韓把我們沾去 新南群島 現在 我們叫 輝律賓 外南 一大堆人 剛才在說 那是他們的 大家都要分裂培根 這都是我們 台日本帝國 台澎群島 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們 本土台灣人 是真正的 日本人 是孫正的 台日本帝國 方便 比日本人 更加是日本人 理會理想 日本國 已經離開 台日本帝國 現在回頭 再加多 齁 全世界都會對一個國家說 天宏 到底 雲島 不准你講話 只有日本而已 我用這句話 那個 很多人 覺得他應該是要 賀那個 三島有季婦切白 其實不用啦 你不要切白 你聽了有 你來幫我們幫助 你不需要幫助我們台灣人 你也要幫助你們日本人 很多 那個日本人先把聽著聽著 我這樣說而已 說 我要賀三島有季婦切白 不用啦 不需要 把你們的命留下來 做真正的事情 用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台灣後代的孩子 日本後代的孩子做政客的事情 這是真正的三分子的精神 要做真正的人 不要去當假人 不要說謊話 台灣人現在還在政治聯盟做路 在替代日本 我們帝國行政很多 到現在 要不然又沒有 遷失和平教育 為什麼沒有遷失你知道嗎 當初是沒有錢啊 天皇打到 一天 三餐都吃飯圓 過日子 和天皇都在吃飯圓 過日子 有錢好賠 沒有錢好賠 沒有錢好賠 我們現在新南群台 要發援全世界 第二大的油 要以分配權來講 全世界 第一個分配權 全世界 都有油 那我們現在有沒有錢去跟 美國談戰爭債 當然可以啦 那我們台灣人要不要繼續 讓那個 炒頭的那種 做政權來給我們貫 不會嗎 不會啦 我們不會啦 再來 簡單介紹 美國憲法 我簡單介紹就是時間的問題 美國成為一個 擁有 原本是一個 這是美國憲法 的標誌 它這裡總共有13個圓圈 有13元 這代表什麼 當初美國 立法的時候 擁有 13個州 13個州 那主權在哪裡 他們沒有天皇 他們沒有皇帝 主權在哪裡 在州 中華民國主權在哪裡 在土匪人民身上 好恐怖 他今天去住國賓飯店 國賓飯店變成他家的 真的很奇怪 真的很奇怪 去住澳洲 澳洲變成他家的 按照這種邏輯 你知道嗎 那個叫月球 是誰的 美國人的 美國人啊 阿姆斯莊你知道嗎 他們家插美國又記了 那整塊 他們沒海嘛 整塊 整顆那個月球都是他們家的 那個火星最近要登陸了 對不對 誰去登陸的 美國 那誰 那火星是誰的 美國人的 那很奇怪 中國人的邏輯就是想不透 美國是 擁有 主權在州 的一個 國家 所以他們每個州 擁有州立法權 他們的州 我說 各位聽 有的 美國就知道 有的州擁有死刑 有的州沒有死刑 大家知道嗎 為什麼不同意 因為他們主權在州 按照英時 英帝 有的人說 北方的人 北方的人 比較冷 我當然 那個 那個 日光節月日啊 有的 外地 穿 外地 我們這個地方 台灣這個雅樂帶地區 不需要日光節月日啊 我們上班 或是要做工作 都要穿地圓 我們如果穿地圓去他們會冷嗎 會啊 他們穿地圓來這裡 會冷嗎 會啊 所以這個東西要不要因時因地制宜 當然要啊 所以他們的主權在州 就不會差太多了 他說全部 大家 像台灣民國統一啦 全部都統一啦 沒什麼事情啦 再來 美國憲法的第6條 他把這個 美國憲法 上頭 白紙黑斯跟誰 美國最高法律 美國是一個 一個三權分立的一個國家 他的三權分立就是 立法權 行政權 跟司法權 這就是他的LOGO 這就是 立法權 他們的 他們的參議院 眾議院的LOGO 這就是美國總統 那個LOGO 就是他們的罪功行政 的那個符號 這就是他們司法權 剛才有看過 美國憲法 主張人人平等 大家人都不認定 這是按照美國憲法 第14號修正案 所提出來的人人平等 再來 他剛才在說 這個大日本 第國的憲法 都中七個章節 76條 美國憲法是由七個章節 下去頂 幾條你知道嗎 美國憲法 那麼強的 你知道他的憲法 幾條嗎 10條 你們知道中華民國憲法 都中幾條 189條 又受憲規 受憲到 不知道受憲規 12次 超過12次 結果你知道中華民國的總統 現在什麼人在幫他選嗎 但日本 帝國的鄉民幫他選 很奇怪 中華民國的憲法裡面 有規定他的領土範圍 有規定 他的人民範圍 對不對 每一個法律都有 屬地 屬石 的那種限制 中華民國的憲法 在當時 說得快一點 中華民國 在當時建國 1911年 1911年的時候 這裡是哪裡 這裡是 大日本帝國 他什麼時候才上來台灣 民國34年 1945年 大日本帝國戰敗的時候 當初是 中華民國 還設一個 中華民國 駐台北總領事館 大家聽過嗎 當初是 現在那個人 林本館 他們家的店舖 在那裡 為什麼 中華民國要設一個總領事館在 台北 因為 台北 台灣 是 屬於 對中華民國來講是屬於 國內還是國外 當然是國外 所以他來這裡 除了 除了設大使館以外 他還要派大使 總領事過來 對不對 當初是有 統計 在 19300年的時候 在 宣戰的前夕 他們才測館 那個時間點 你們可以去查 Google 中華民國駐台北總領事館 這關鍵是可以去查一下 上面有白紙黑字寫 當初的 華僑 駐台灣有華僑 多少人你知道嗎 一萬多人 當初是台灣人 都說多少人你知道嗎 680萬 所以台灣人說有去南中 中國人 台灣人就是中國人 只有對一萬人 萬幾的人有效 其他600多人都不是 都不是 美國憲法是 德正文弄中7個章節 剛才有說過 弄中10條而已 為什麼10條而已 因為大家意見那麼多 訂不下去 一開始 那個美國憲法 訂 訂10條之後 背後人就說 你一個國家的憲法 訂了10條 然後裡面又沒有寫到 人權 沒有寫到人權的原因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知道嗎 因為那個時間點 在19 1791年的時候 美國有沒有黑奴 有 美國有黑奴 他們敢不敢訂所有的人權 不敢 所以美國人說他們是人權立法的國家 那是現在才敢講 在1971年 1791年的時候 他敢不敢講 他不敢講 如果有人就問了 問那個去參加修憲的人說 為什麼 為什麼 只要全部都訂國家 都不訂人民的 管理到義務 你知道那個政客怎麼說嗎 這一個名言 美國的 美國的話 我給他翻譯 給大家聽 別問國家為你做什麼 要問 你為國家做了什麼 這代表什麼你知道 你別問 別問 你回去好發時刻 結果 最後他們就 為了這個 尷尬 很多人問 你一個國家憲法 十條 完全沒有訂到人權 沒有訂到人民 應有的權利跟義務 那這個叫做什麼法 摩不轉 叫做摩不轉 似不相 他們中國人叫做似不相 我們台灣人說摩不轉 定這個摩不轉的法 後來叫人民 他們跟 說我快點叫 不要說太多 不然他們要修正 當然要修正啊 所以 不久之後他們就開了 一個叫做 人權 那個人權法案 一次訂了一次通過 那個 那個一次通過十條 另外通過 那個21條 21條 這個 這條過 美國憲法的修正案 一共目前通過了27條 27條 27條都是在說什麼 都是在說人權 人權 都跟人權有關係 所以 我們一開始 按照大日本的憲法 已經67年都沒有動 我們現在 為了要 重大的憲法機器重新啟動的時候 這個人物 都在國會的身處上 後面 你們要修改大日本的憲法 變成台灣 基本法的時候 當然這是 後面不是 後面不是這樣 後面我們要做到大正瘋狂 我們一開始訂不好 怎麼有勞勞 不勞勞 不過你們要給我講 不要問 不要 這句話我實在說不出來 這是不太負責任 不要問 國家為你做什麼 要問你自己為國家做了什麼 然後我們要叫他的時候 當然我們通過一次 一次都要收好 不過沒辦法一次 世界上沒有完美的 所以美國的憲法當中 有27條修正案 一定有修正案 一定會有修正案的 再來說到這個中華民國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 剛才有說過 第2條 意思是說他們是土匪 中華民國憲法 主權在國民權體 表示說他們的人民 嚇到歐洲 歐洲就他們的主權 嚇到美國 美國就他們的主權 嚇到火星 他們就變火星人 變成這樣 這 在人家 他們建築的地方 在南京的那個公園 有一個叫做中華民國的 墓碑 上面有寫 公園1912年到1949年 建築南京 1949年 什麼日子 中華民國發起的 日子啊 所以 他已經寫在這裡 像我沒去的時候 我今天是不是問 上頭我怎麼寫 是不是這麼說 他當時出事的 啊當時 結束的 這些人都在做什麼 不過我沒有為了台灣的管理 我在替台灣人做事 這樣就好了 這句話要去寫 大家都要不要這樣寫 我們都是為了後代子孫在做事情 中華民國 的憲法 都做1867條的本文 12條的修正案 在1949年 壽終正寫 不是說你定座 你就好 不是說人美國三權分立 人家那麼強 你自己母座五權分立 你就會比他強 你乾脆用50權分立好了 好 那就是歐老婆子 歐白島 真正的總統叫什麼名字 李宗仁 他叫蘇九年 李宗仁流亡到哪裡去 美國 好 啊 這個人 很不認識的 他的新聞是什麼你知道嗎 吃這個食 現在就好 我都叫他駕駕駕駛 駕駕駛流亡來台灣 說他復刑事事 他是要用什麼復刑事事 他當初他的新聞是什麼你知道嗎 中華民國的軍事委員長 什麼軍事委員長 參謀總長啊 中華民國的憲法有規定 總統不在職權的時候由副總統代理 副總統不在職權的時候 由 行政院長代理 行政院長 不代理的時候就是由 副院長 國民大會啦 不好意思 國民大會是第一順位 那個除了總統副總統之外 國民大會是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是 行政院院長副院長 再來就是 立法院院長副院長 司法院副院長 院長副院長 考試 檢查 再來 都沒有人要論 換誰 換行政院裡面的 第一大部叫做內政部 部長 副部長 不要 再來就開始 要排到 內政 外交 國防 國防是第三順位 行政院裡面的第三順位 要排多久你知道嗎 他的副 他的副集都是多少 他是 軍事委員長是什麼身份 對不對 憑什麼來 憑什麼來代替 做那個 李宗仁 他當然是怎麼下台 中華民國行線之後的第一任總統就是蔣介石 那他為什麼 為什麼下野 你知道嗎 他是被國民大會所驅逐的 第一個被罷免的總統也是他 第二個總統也是他 第一個被罷免的總統也是他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時間點 日本戰敗 日本戰敗之後 大家來青森東槌市 金蓋舊 沿 大中華民地区 在招勞的時候 常常用駕貨的方式 喔 他沒辦法在怕 他沒辦法去抵抗日本人 台日本抵抗 他都為什麼 戰書招贏 連後他太什麼 他的目的是要太什麼 太平民 南京大圖 那就是叫他駕貨成功的例子 你知道他還有駕貨不成功嗎 一個叫做 長沙雲系大火 長沙城 大家不要聽說 大家可以把這個關鍵字抄回去 可以看 他把那個長沙城把它封起來 然後欺騙 叫全世界給他的媒體來看 他說 這日本人 他都說日本人 都專門在 杜薩官的 違反那個國際法 違反戰勝法 杜薩官的 中國人 結果他借好 借好結果因為 天后的關係 日本兵慢了三天 結果他自己燒起來了 外國的記者就跟他說 你 說日本人 來杜薩 你們中國人 結果 我怎麼沒看到日本人 你們 長沙城就自己燒起來了 結果他怎麼說呢 我不會建設 這家貨失敗 他又一樣 我還要拒絕 你知道 這叫做焦土政策 大家聽過嗎 焦土政策 什麼叫做焦土政策 意思是說 這個物資全部都要燒掉 也不能 日本人 貨取 不然 他又一直 長驅直入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做焦土政策 我們犧牲 要做 物資 把它燒掉 包圍燒掉 也不能讓日本人拿去 請問 你要燒東西 你就燒東西 你什麼人都燒 很奇怪 十幾萬人 長沙溫習大火 一共死了十幾萬人 所有的 什麼都燒起來 不准人民出去 然後燒 人家 燒死燒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被燃燒 還有一個叫做 花園口 防河 潰堤事件 為了那個事情 他把防河炸堤 就是要 叫 日本人家叫 為了 叫日本人 要把那個日本人 重點給他叫 他把長沙炸堤 給他泛濫 防河泛濫 為了那個防河泛濫 中國那邊七年 饑荒 大家當小孩的時候 聽到說 他們那邊的人都在吃糟糕 這屬心 問題的重點來 那是莫德東 造成的 不是 是他 九戒船做成的 他們九戒船 在那個防河那邊炸堤 造成人七年沒辦法灌溉 七年沒辦法生產米 沒辦法生產牛蜜 這樣會饑荒 當然饑荒 當然饑荒 這什麼人造成的 金戒船造成的 他們的兵 收到他的命令 當初是在關日本的時候 不敢說 不然說出來的時候 大家就知道說 有去做的人就知道嘛 這就是金戒船的命令啊 說要把 台市 做南京生的人 叫好給日本兵啊 台市 做 那個 長沙城的人 叫好給日本兵啊 一個叫好成功 一個叫好沒成功而已啊 好 再來他來台灣就是 就用麥克阿瑟一項命令來台冠 就西環魂 時間點的問題 來講一個 做 所謂的 分配正義 什麼是分配正義 政敵就是分配正義 正義 那個政治就是分配的正義 還有一個叫做 應報正義 我們正義有兩種 一種是分配 好的東西要分配嘛 不好的怎麼樣 就是要應報正義 什麼人做不對 就什麼人 出分 什麼人 煩料比較重 就是出分什麼人比較重 就應報正義 轉型正義是什麼 遲來的正義 遲來正義就是轉型正義 這我們後面要做 我們台灣 就是 旁邊時代 當初是 不做 所以我們現在 譬如說 我們要撞起來做 我們也不能後面做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一定要按照 國際 的 潮流 的那個人權維護 人對我們 違反人權 我們可以對我們違反人權 可不可以以牙反牙不行 這個會被全世界所譴責 我們在拘 政府解決說 他這是 殺人魔王 我們可以讓拘捕我們殺人魔王 我們當然不能這樣處理 問題 處理這些政情緩 都有 一頭的辦法 我們只要按照那個模式下去進行 就可以了 不需要 敲過 不可以敲過 好 轉型正義就是 國家暴力 國家 對誰暴力 對人民暴力 韓國 突然發生過 韓國他們一個叫做光州事件 類似我們的228事件 後面我們已經算228事件的時候 可以 比 可以比照 南韓的光州事件 把它處理 這樣就不會讓全世界給我們譴責 轉型正義是一個民主國家 對過期政府違法 跟不正義的行為做的彌補 這個彌補 的行為 所以叫做遲來的正義 通常 跟這個 或是 修法 跟歷史 跟行政 跟憲法 跟背双 有關 有關 遲來的正義 這就是遲來的正義 轉型正義就是遲來的正義 有可能會違反 信賴保護原則 可是我們 要盡可能降低 可是 沒有辦法100%避免 當初是我們 218事件的人 當時只剩4個 45萬人 只剩4個而已 行政 處分 這四個字 45萬人 所有人的死因都是行政處分 這個也涉及到制度性的犯罪 轉型正義必須 以體制內的方式來實現 然後要參照國際上的人權模式下去進行 要符合國際法庭 還有國際 國內法所認定的 法律原則 法律原則 跟正當的程序 跟比例原則 要 要做這個分配 剛剛講的印報正義 什麼人 欺負比較多 他就要 收 比較 比較多的出份 什麼人 他只是配合而已 我們不能說 把他做給他太超過 這樣也會說過 這是全世界 有做過的一些例子 在國內 國內 還是國際間 從北海這裡 來審判 國際 行事法院 這裡有 還有一個綜合的審判方式 就是以國際法 在犯罪當地 予以審判 在科索沃那 跟博斯尼亞 那些地方 都有法審判 所以我們可以 替 東槌市 按禮來這裡參考 我們後面就 照模式進行 再來南韓 國內性的審判就是 伊拉克臨時政府 特別法庭 這是一個模式 對 薩達姆 塞赫英的 何塞英的 那個審判 南韓 南韓 也有 沾對東槌市的 光州事件 來對那個告海者來新判 讓那個被貼海者 洗清他的那個罪名 世情的罪名 另外就是 在國內 沒收那個被貼海者不當取得的財富 可比說 東槌市 東槌市 那個共産黨 有一些 東的頭 有一些共產黨的頭 他在外國有一些竹竹竹 我們要來討 討得對 當然討得對 當然討得對 現在還在討 帝國有跟有幫教的國家都會配合他 他們有邦交的國家都會配合所謂的 司法正義的執行 那我們台灣這邊 中華民國很多官員 包括國民黨 包括民進黨 很多官員都去拿什麼 拿 豐葉卡 還有很多人拿什麼 拿綠卡 我要問這些 公關員 我要說的是公關員 你們怎麼知道台灣是美國的 你拿美國綠卡 你要跑到哪裡去 對嗎 美國跟美國擁有邦交的國家 一共192個國家 你如果走去那個地方 你知道我才要用引渡的程序跟你引渡回來 那你跑到美國去 台灣就是美國的軍事占領地 是美國憲法所暫時 我們是被視同為國民 減死的一個領土 你走去美國 我可以用引渡程序把你引渡回來嗎 我跟你講 完全不需要直接就送回來了 所以很多官員 都換什麼 現在都不像收新代表 收什麼 收米金 收米金 他也說了 美金到哪裡去了 馬桶吃掉了 我不能說什麼 馬桶吃掉了 馬桶吃掉了 我們可以參考全世界有很多種模式 很多已經執行過的模式 我們參考他們 那有潛力可循 我們就沒有違法的之餘 這些東西可以來討 國民黨的動産 騙台灣孩子 那個沒錢 再去把錢都搖出來 三隻小豬 那都是不當得利 那都是 民進黨是校長 就是國家 中華民國的 他跟校長台灣 沒有 台灣跟中華民國的 不是 不是 所以三隻小豬也算不當得利 到什麼行 再來 經由 再來我 是一個風雜 我知道 有很多 我們一些教會組織 還比我們基督教 基督教會 很多系統 都有把我們收集起來 一些人權組織 或是一些 外使館 董槌師 在台灣這裡 有一些外使館英國 一些外使館 都會 提供他們董槌師的一些資料 給我們 包括議員辦 的東西 我們現在收集的不說完全 不過沒關係 等我們起來的時候 我們一步一步一步 一步都要留 當然那些家海者 現在已經六十幾年了 六十五年了 已經過了六十五年了 他們 如果要外來 可能已經過了九十幾歲了 這個公道要行嗎 我跟你講公道絕對要行 我偷偷的教會兒也好 教會兒也好 教會兒子 後面不能像這種本所的人 違反到人權 這個人就是本所 不能把他神格化 剛才有和一些先輩在說 到現在當然還有一些人 在拜金貝智話的那個 是不是 上品 可能 把金貝智話當成人在拜 所以我們要把他扭轉這個形象 再來第四點就說到 扭轉破壞者的形象 把他那個形象 把他打到負面 為什麼要打到負面 對的就是對的 不對的就是不對的 回歸事實 還歷史一個公道 讓後代的子孫能夠 用他的正確的思考模式 去思考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不對的 對人類的智慧才能夠進化 對人類的智慧才能夠進化 再來對家海者 提供保障 再來對負面的改革 包括儲構法 儲構法就是 那個時候 我做過 那個叫北 那個時候三台青都不能 那個參加 那個時候 政治活動 我們台灣 我們 我們總理也有說過 也有說過 有說過 六十六年來 但米蘭我們台灣的要北 不關於是本土 還是中國的 三台青都不能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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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東德的司法人員 也有很多 因為這樣 被淘汰掉的 所以這有人做過 全世界認可的 我們都是按照那個模式下去進行 一行一行 一行一行 再來 再來鼓勵敵士的族群 從修就好 就像建經建前後 要做什麼 要和解啊 要和解 要做什麼事情 什麼和平條用 是不是 我去打牌多少的東西 剛才我們兩個在修正 真正的時 你來旁邊來 都補了多少的東西 你出多少我出多少 當然我幫你 我幫你打牌的東西 我幫你包裝 你幫我打牌的時候 你幫我 幫我 處理掉 大家要來講這個東西 我們要跟美國說 我們現在有錢 我們現在已經 做 有南派的主管 我們是世界上 最 唯一石油分配 最多的國家 全世界 現在提供拼 對我們台灣最好 一個優惠給我們 一個全世界統制優惠給我們 我有錢要背離 問題 那兩個關主團也要來算 那兩個原子彈我也要算 那兩個是無差別屠殺 軍隊不能做無差別屠殺 所以 同學是來這裡 現在最近的discovery 有在做一些 技術世界大戰 投 在廣島長期 投擔的那些 他們說的英雄 我們要把那個形象 打到什麼 負面 這 洞殺 一顆 這樣 刺下去這樣而已 四八十幾萬 我刺下去一顆 百幾萬人 影響多久 幾萬年 這樣 這種人說的很影響 尾條 這要尾條 這個要把他的形象打到負面 再來 建造紀念碑集博物館 來保存過去的記憶 為什麼要保存 這種 不堪的回憶 我們還是要把它紀錄起來 教育下一代 啊 不管好的也要 不管 不是只有要記錄而已 好的也要記錄 當初是屠殺猶太人的時候 他們的那個 以色列的猶太人屠殺紀念碑 不是只有希特勒多次而已 人有什麼 國際藝人 什麼叫國際藝人 當初是 我們以色列人在招勞的時候 幾個國家把我們搗三天 裡面還有日本的醫院大使 日本人也有 還有大家要聽過 新德勒名道 新德勒也是 其中一個藝人 正義的藝 那些都協助 當初是受北海的 做猶太人 那些都要記錄 我們日日白的時候 如果有把我們聲言 有把我們出聲 把我們聲音 國際藝人 我們也要把他列到 我們以後228的 屠殺紀念碑裡面去 再來 對性別差異的加害者 予以認知 那藉由女性加害者 那個 對那個 那個流星 要來做一個特別的生臟正義 因為一個 國家一個社會的政府 在演變的時候 總是 男人會有一些 比較不堪的一些 一些 衝擊 所以我們 對這個 部分 我們要對他 一個 諒解 或者是對他有一點的 那種 那種 比較多的 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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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清楚 越說越清楚 中華民國現在 對 228的事情 是全補有做 還是跟他做表面 做表面而已 都做表面而已 沒辦法有做 所以他的 228 紀念碑 他上頭有什麼 沒有啊 有什麼名 沒有啊 當初是 我們知道嗎 現在有辦法在辦 台灣 我們台灣 日本時代 補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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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後面 轉型正義一定要來實施 轉型正義一定要來實施 這就是轉型正義的 或做 軍方 那個 中華民國的軍方 武裝難民 武裝難民 來 叫我們的台灣孩子去 或做 去做兵 把我們亂報 這個表示說 他 這個 所謂的軍方 他有一個 系統結構的問題 軍方有一個 系統結構的問題 所以我們後面 要來請假這個 軍方 在那裡 這個軍事 新法在那裡 中華民國的軍事 佔領 代理佔領 的時候 這個軍事結構 到底 出了什麼問題 台灣人敢不敢用他們 中華民國的軍法 在那裡 再來 阿扁 我們說的是阿扁 阿扁在那裡 那裡 那裡 他做 第二任 中任之後 他有說過一句話 他其實不是不要做 轉型爭議 阿扁 說過一句話 很多先輩都聽過 說 台灣海峽 沒有什麼 沒有看過 對 台灣海峽 沒有看過 那裡 外星人 要創什麼 阿扁用四個回去 對不對 他這樣說過 海蟻 他們叫到金埔沖 海兩人這樣 我們那天早上都要去燒水 要去學燒水 今天說 燒水燒得不好 到時候燒不夠 好 結果 工作做一碗 一樣 唱什麼唱什麼 沒有要做 我們可以反撲嗎 反撲 現在阿扁在哪裡 在我們隔壁 在我們隔壁而已 所以 我們可以從這裡看 其實我們 台灣政府這邊 對阿扁這邊 會一些處理 我們協助很少 其實 很多我們在台面上 我們沒有辦法去 講得很清楚 我可以跟各位說 流亡選機 在中間 選到議員 沒辦法叫出阿扁 流亡的體責 阿扁當初是說 打破巴士底監獄 把他叫出來 把他對股山叫出來 可能在股山外 就讓他抓去 沒效 和我們都叫他抓去 沒效 要叫阿扁跟一個方向 加立台灣民進府 用什麼 用你的身份前 拿出來說 中華民國 我不需要你 佔領 我是美國軍事佔領 之下 成立的台灣民政府 我拒絕你的司法管轄權 所以 彈水平 中華民國的彈水平總統選手 他如果要脫離開 我們隔離開 我們隔離 其實他可以辦我們的心情 要求 向美國要求 司法 豁免權 是怎樣 因為他都是台灣人 日本時代 就在台灣的孩子 他是在日本 帝國方面的好意 他是中華民國的人 不是 這樣可以拒絕他的司法管轄權 當然可以 可以拒絕中華民國的司法管轄權 我們現在除了人以外 在很多土地上都有做一些見證 這包括你們二雄報仇 二雄報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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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幾個 幾個都叫台義 鎮 鎮文姓 他的紀念 過幾幾天而已 前幾天而已 這都 這什麼人跟台事 你知道嗎 拒絕 拒絕的美女隊 那些教官 那些教官 就是那些教官 所以 軍事佔領下的教官 那些拒絕的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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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一個一個去清聖 這是光州事件 旁邊我們 二雄報仇領 可以來參考 光州事件 韓國人是怎麼 來追回 那個慈禮的爭議 這美麗島仇領 美麗島仇領 美麗島仇領 黑名堂 海瓜黑名堂 很多先輩 還對海瓜躺來 我有看到 這拒絕 把我們四萬換一 給我們四萬換一塊 叫台灣人 齁 你落在那裡 有黃金準位的 台幣 我們當時的 那個大日本 帝國的兵 回到日本的時候 有帶黃金走 沒有耶 他撤退回去 那個日本本島的時候 有沒有帶黃金 沒有帶黃金走耶 所以黃金還留在哪裡 台灣耶 所以我們的台幣 有沒有貶值 沒有貶值耶 結果你知道 炒頭怎麼樣 他來台灣的時候 印新台幣 四萬 你拿一塊 跟你說 你要跟我換 我拿一塊 跟你換四萬 我這一塊 是沒有黃金準位的 他才有帶黃金來 他沒有帶黃金來 他為了要就地取得你 搶奪你 用政策去搶劫你台灣人的 那個黃金準位的貨幣 所以他用 一塊跟你換你四萬 你台灣人 多錢 你有辦法 拿出多少四萬塊 再換一塊 這就是在北港 北港頂農會 在北港農會 我們 台南酒那邊 拿出來 奉令以四萬元比例 責成一元新台幣 很多選擇 我看到很多選擇 有一些年輕的 可能也吃到 像我這個年代 可能是最好幾年 也去吃到 你們也知道 以前 搶的豬肉 搶幾巴 你知道嗎 你不要吃到豬肉 上面 那個鷹子 我們那個 何老師說 你們台灣的豬肉很奇怪 很髒 看起來為什麼要弄得髒髒的 才能賣喔 不然鷹子 不能賣 賣賣 賣食材喔 那鷹子就破壞了 你知道嗎 當初是 台灣人 會 屠宰稅是75% 你們台灣人 吃四醉豬肉 只能自己吃一水而已 存在三醉 什麼人在吃 那個說 那個叫劍書 找贏 那個說 自稱榮民的難民 他們在吃 我們台灣人 我們台灣人 吃四醉豬肉 可以自己吃一吃 所以 很多人沒看到 那個 台灣的豬肉 為什麼上面會蓋得髒髒的 硬髒 很奇怪 有些年輕人沒吃到 這個 各位看一下 這大家都知道 東西向橫貫公路 他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 在做一個牌樓 他就 很久了 那些難民來台灣的時候 他們都去走那裡建設 幫我們打通那個 東西向橫貫公路 十大建設 大家要聽到嗎 十大建設 這都農民的功勞 所以他們 拿三次受電證 應該的 他們住眷村 把他們蓋得比較好 他剛才有聽到先輩說 他們那裡三個房子 眷村領三次房子 三次房子 那裡三個房子 應該的 因為對他們比較好 應該他們 幾天 落在那裡 親父母去講 騙一些雜子 這樣也剛好 他們合理化 結果你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日本人 在一區四空年的時候 大家看到這裡 這條橋都一樣 這條橋也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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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日本人 跟太亞族 跟我們台灣 平坡族的人 去爬的 這條路 叫做 本土台灣的高砂雪漢公路 結果他們 來這裡蓋一個牌樓 就在那裡煎菜 說那是他們做的 所以他們 有很多醫生 所以你們台灣人做的事 他們在那裡煎菜 就是這樣來 都用騙 事實上 他們來這裡沒有做什麼建設 都我們台灣人做的建設 現在你知道嗎 你知道 你看那個東西 像橫觀公路那裡 有死一些人 你知道嗎 那個人要去查 因為他們當初是 一公公 的兵裡面 還有250個 他們都給他報到350個 幾百的人 可以怎麼做 你那麼薪水 其他250的人可以搬 是黃金 都虛報 虛報完之後 人家要來查的時候 都死了 撕掉了 還死了 謊你知道嗎 就做成一些爆炸 台灣人 一種 炸酸的時候 去投荷一些水泥 投荷一些 控山 炸酸 長長長長長的 把拖子撕掉去 說 這就是我們的人 跟一些人 以前說的三立統 現在我要說原住民 我們原住民 無名無姓 結果那個補償金是被他們 那個難民給人家領走 領去花 所以我們很多我們的原住民 為什麼當初的時候 在日本 戰敗的時候 我們的高山祖 都有多少人你知道嗎 高山祖就是我們台灣 我們買高山民族的現在原住民 原住民有120萬人 現在你知道剩下多少嗎 51萬至53萬左右 50幾萬人而已 台灣當初680萬的人口 現在變成多少人 2300萬當然要靠著300萬的難民 1900萬人 我們人口是成長的 可是原住民 怎麼不見了 況還是 結果是人 難民退開 上面打的 夢霸的名字 全部都難民的名字 對一個是我們原住民的名字 我們台日本帝國的戰敗之後 有一些對南英黨的台日本帝國的奉軍 去替人打 國共內戰 死在中國 敢有給你奉勢在 中立的世界 他們的後台敢有 給他做一個保障敢有 沒有 是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 他們很清楚 那是我們台灣人 竟然洗腦洗掉而已 他們很清楚 你們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 中國人是台灣人 需要一直掛在口裡面講嗎 為什麼要掛在口裡面一直講 因為他是騙人的 所以大家要分辨清楚 當初是 頭人的 這就是 中華民國立法政府的債券 這現在有人在購 黃金債券 黃金債券 這 現在在把我們 穿我們的土地 我講得很快 這二十八的時候 彈藥 第21書 彈藥補給 那個 領取表 這個 剛才今年年齊而已 那個浩博春 說什麼 死多少人 不到一千人 也在擁公 他們這個 目的是跟誰這樣 當初是 大日本 帝國 風軍 在台灣繳械 的槍械 都一流的 一流的 會補給 只有補青 那麽十九萬法 手機彈 那麽 還有一萬三千 三百六十六 還有很多 很多的蟹彈 包括什麼 煙霜製納 為什麼要煙霜製納 很多先拜 躲在雞人間口 你就沒聽過了 用那種煙霜 一個手這樣 一個 换過一個 换過一個 一斤阿麻將 沾那種雞人間口 這樣擺一擺 這樣 稱讚 所以含那種煙霜這哪 這都有啊 電線檢 大小寶頭 啊 燻車上頭 架著機關槍 直接打到 那個阿里山那邊去 阿里山這裡有一個 我告訴他 這裡要說 上誓 阿里山那 不好意思 這裡有一個 舟族紀念碑 有一個 全台灣的十四族 有人說十七族 的原住民 只有 在達邦 有一個舟族紀念碑 舟族都在 原本有五個部落 叫他們那邊 那邊有差別 屠殺開 去上台灣的台 滅了三個 剩下兩個 周族 月子 村差不多 數百人 四處逃竄 四處逃竄 為了說 他們八天 在台灣這裡 都種 那個 本來是 二十一師 二十一師 師比較大 還是軍比較大 軍比較大 本來是二十一師 師長叫做 劉宇清 劉宇清 不然他有做 國民台會代表 他做 去國公內戰那邊 去給郭忠祐 待會兒之後 米黨的台灣這裡 在做國民台會代表 慎林莫王 把那個 做舟族圖滅 所以大家可以看 有些年輕人 你可以看電腦 去搜尋 圍基百科 舟族 你把它點開 那裡有寫一個 二十四季 二級 導致 那個 族長沒有後 沒有後世 那都騙人 二十四季 根本沒有二級 日本 在台灣這裡建設得很好的 衛生做得很好的 實際上是怎麼 不去的 就是因為這個紀念碑 你們可以看 如果去打工的時 去看看 都被塗滅了 然後整個 我們台灣 在八天裡面損失了15萬人 45萬人 現在我 覺得說 哇 哇 你這個劉宇清很厲害 你 有法度八天台45萬人 你很厲害 所以你身 本來是二十一師 變成二十一軍軍長 還要打 還要 隨調 打國共內戰 支援國共內戰 因為他很厲害 結果他去參加國共內戰 怎麼你知道 一戰就被殲滅了 是怎樣 因為他建設招贏 招勞他最厲害 怕人民他最厲害 招勞他最厲害 真的要叫戰爭他不再掉 這就是疑伐的事情 這說台灣光復 2011年 這是什麼人 蔡英文 蔡英文 慶祝台灣光復 台灣人要在慶祝台灣光復 台灣是淪陷還是光復 給大家看清楚 抱歉 忽然沒有電 這裡 這是台灣淪陷 大家可以看 這中山檔 中山檔這裡 你看這個頂頭 掛這什麼機子 美國國旗 這旁邊掛這美國國旗 這下面有下一個 中國國民黨黨史館點藏 國民黨的人 不要去吃這頂最好 不然我們人會去看 對他們宣稱 台灣光復 在在最高點 會說什麼 美國國旗 他們特國人知道說 他們是 贊令還是光復 他們知道 他們是在騙我們 光復是在說給我們台灣人聽 在跟我們騙的 這裡 光復50週年 的時代 阿非白的時代 這是什麼 美國國旗 台灣光復要插美國國旗 全世界那麼多國家 你不插你 就是偏愛美國國旗 不是很奇怪嗎 對不對 在裡面 中山檔 那時候在交接的時候 我們台灣總統府 也是這個時間點 去幫他們改善 違法改善 在這裡 這 清泉鋼基地 這是什麼機子 美國國旗 稍微高 美國國旗 掛的比中華民國國旗 還要高的 有沒有 這真的 後面 這臭頭 後面是真的 台灣陣型 北團 北山泡前 有兩個我要分析給大家聽 他拍二十一年 是怎麼 周恩來 那時候你還來 是怎麼不敢打台灣跟平衡 是怎麼敢打金門跟媽祖 因為周恩來 去莫斯科大學 賀國際 國際法來 賀國際法來 他很清楚 台灣跟澎湖 是美國 的佔領地 對誰的佔領地 對大日本帝國的佔領地 他有沒有權 打台灣跟澎湖 沒有 他可以打什麼 內戰 可以打金門跟媽祖 因為金門跟媽祖是福建的 大家要清楚 所以他打了21年的823砲戰 完全沒有打上 不要說台灣 連澎湖都沒有 因為 周恩來都很清楚 戰爭法 因為他知道 對 台灣跟澎湖 打一槍 等同對美國跟大日本帝國宣戰 這要大家清楚 所以是怎麼823砲戰 真的沒機會打拼給台灣嗎 真的是 蔣公的那個所謂的武德蓋世嗎 那真的 那真的是這樣 人類的救星世界的偉人 你等一下跟誰說 就勿忘在局 你就會在局 這當然說比較粗了 因為在學校 大家用的比較高興 這臭頭 其實後面是誰在幫他們保 白團 真的 台灣健身叫做富田質量 百二三真的 大日本帝國 台灣澎湖的主權防衛者 是與帝國台澎共存的白團團長 叫做白鴻亮 他的漢名叫做白鴻亮 現在 他 他後面是在日本 TOKYO 後面他 他為了要 說我甘願 要做台灣貴墳 我也不在做那個 靖國神社的身 所以他一般的貴婦 現在在台北上的海民殘士 他說過一句話 您做 不做靖國 靖國神 您為台灣墳 為什麼 因為台灣 就是靖國神社裡面所敗的 台灣敗到日本 我們靖國神社敗是同樣的意思 您知道嗎 為什麼我們要去拜 我們去拜 我們幾年要去拜 靖國神社 您知道嗎 因為我們有一些先拜 三萬九千一百的 台灣人 現在日本人在拜 全世界百幾個國家 要跟兩百個國家 現在日本人要拜 百國 現在要拜我們台灣人 因為 我們台灣人 就是台日本 帝國的人 時間的問題 我直接講完 這個後面要做工作 這個行動 他縮縮年 5月16日的時候 他去要做什麼 你知道嗎 宣示釣魚台 主權 你有沒有看到他們插什麼機子 他們插什麼機子去 美國國旗 所以他們沒有清楚說 為什麼要帶美國國旗 全世界一百 接近兩百個國家 為什麼 就只 喜歡帶美國國旗一起去 他也知道說 這個地方是美國所謙而已 所以他一定要帶美國國旗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 他們 開 宣示釣魚台的時候 不讓我忘記 因為有插美國國旗 那是跟我們看台灣人 騙人這樣騙 騙說我們是台灣人 騙到這樣 傻乎 才不知道說到底要怎麼插 後面 我們四千人的時候 我們要做一件事 這集有頭 安倍晉三 到過Facebook就嚇到我 我也各位說 在上頭下 大日本 帝國 政界 因為我這樣問 你是台日本還是修日本 他不敢回答 不可以叫他一條頭給我 他當然不敢說 因為他們實際上 我們在說 台灣獨立 台灣獨立 其實我們是 台灣人要含 中國切割 結果我們台灣獨立 這句話去上海就誰 真正的主權者 真正的主權者是誰 天空 對我們台灣不需要 獨立 我們只要按 我們只要 所謂的自治 我們 你像加拿大 他不叫主 主權獨立的國家 他叫做主權效忠 主權自治 全世界 有54個國家效忠 英女皇 以324 沒有規定一個方法 可以有幾個國家 你像加拿大 澳洲 他是不是都不是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國家 他效忠 同時效忠誰 英女皇 我們 後面我們 台日本 帝國 台灣 和新日本 可以 共濟天皇 當然也是可以 對不對 他們到現在 又是二位君主制 我們是什麼 我們是絕對君主制 我們是不記得小鐘而已 我們是叫 國民黨把我們 嘴 翁翁翁翁翁翁 翁翁翁 把我們 加一些 騙人的東西而已 所以後面我們要去 調理台 那是 我們宜蘭州 的地方 我們宜蘭州的地方 比如說 我們後面 要來 打這台車頭起來 這機要改 這二鳳翁翁 這二鳳翁翁 是這個上市 在 做 1955年的時候 他們通過 這裡可以看 現在 中華民國 國旗 是 五色旗 在 1956年的時候 把這個 這機叫做海軍軍旗 中華民國海軍軍旗 改做中華民國國旗 就是這樣搞的 所以人家叫做軍事佔領 美國 美國 跟中華民國 他們看得很清楚 這機就是 這機就是 軍事佔領旗 這機是美國國旗 這新農旗 這也可以等到 後面我們要帶什麼旗 台灣民政府旗 台日本 帝國旗 當然跟日本是同旗旗 不過我們在旗套上面 寫上 大日本三個字 表情跟他們不一樣 還是我們可以拿我們的天皇 天皇有旗 天皇皇旗 他剛才可以看 那個橘文旗 那個就是天皇的旗字 還有我們台灣民政委旗 還有美國 軍事佔領旗 因為我們還是在美國軍事佔領下 這大家要注意 所以我們4000人的 我們要不要來保調 向誰保調 向日本 向中國 向全世界說這個地方是我們的 有沒有人敢 像這樣 像用魚子 立即停船有嗎 還什麼漢漢有嗎 這 海上保安廳 日本海上保安廳 還把他抖起來 日本人 可以把我們抖 不可以 北方四島 後面是誰 送去逃 我們去逃 因為他們已經圍出 1946年 已經修憲 脫離大日本帝國了 現在我們台灣民政府 就是 台日本帝國 為他的政權 而且是 丹海一邊 是唯一的能夠主導分配權的 唯一的副長 所以時間的問題 我們如果有時間 宿題可以再來 互相交流 感謝大家 請起立 起來 休息10分鐘 請 坐 馬討 爬 爬 爬